美团开始实行了无人机送餐 我不知道大家就先有没有看新闻 不胜在这边呢 美团已经开始实行了无人机送餐 看新闻 无人机送餐呢 已经获得了运行许可 也就是说 民航局允许美团 获得这个低空物流的运转 那是不是意味着 未来很多货卖者没有失业呢 据官方数据统计呢 截止到去年2022年底 美团无人机配送的订单已经超过了12万单 而且用的时间平均一旦是在12分钟 工作效率是我们起手的150% 也就是说无人机送餐 时间更短 效率更高 至于说配送费是不是更高 那我就不知道了 很多网友就在上面留言 无人机如果出故障了 掉下来找到人怎么办 或者说配送费服务费会不会更高 也有人说外卖小哥是不是要退出外卖行业了 要失业了等等 但是我相信美团既然出现了这个无人机送餐 绝对不是瘫痪一些 既然新闻已经报道出来了 我觉得未来绝对会是一个大事手续 可能未来这个无人机真的会代替回程器 据说无人机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是未来 而且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美团专送的站点已经开始不招人了 美团同程核心进不去了 后跑开始裁员了 那怎么办呢 就全部涌到美团中包来 反正美团中包的门槛不高18岁以上 58岁以上 会开电动车会用这个手机就可以了 所以说现在美团中包的起手呢 比去年又增加了两三倍 订单呢又比去年少之又少 现在系统24小时经常是空白 单价呢降了又降 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1块5的费用费 真的是卷的又卷 那肯定大家又说了 既然美团中包这么久 会新闻不选择建厂啊 或者是换其他工作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新闻 或者留意一些财经新闻 至少在广东这边呢 电子厂的单价已经低到了13 14块钱一个小时 甚至已经开始挑人了 只要女性男的不要 86年的不要 这个86年的也就是37岁以上的不要 可以回家养老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还觉得工厂是稳定的吗 国家抗疫情三年虽然说现在解放 但是很多厂是没有订单的 甚至大量的裁员降落降 甚至有些厂呢都花不起工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珍惜手上的工作 起码它能解决温饱